来看到退休调查员丁祖吉 用花布包着妈妈 到医院看病 感动了许多人 被封为是孝顺哥 他曾经说过 要把握跟母亲相处的每一刻 让他在余生能够更幸福 但是很不幸的 孝顺哥的母亲在今天凌晨 因为心脏衰竭 病逝其美医院 享受85岁 其实把握跟母亲相处的每一天 让他在余生 能够更幸福 说话的当时 85岁的老母亲 已经住进其美医院治疗 没想到却在住院第十天 因为心脏自然衰竭病逝医院 丁祖吉本人没有露面 由医院代为发布二号 15号凌晨12点35分 在我们医院往生 一点离开我们医院 听到丁妈妈过世 邻居和当时拍下孝顺哥 身影的网友周小姐 同感爱伤 我要去看妈妈 她说你妈妈状况不好 我就感到 结果我去看你最要紧 我能想象 这张会有多么的难过 因为我有经验 很难过 就是这张照片感动了数万人心 家母她因为左腿骨折 反而是没有办法做轮椅 因为那个骨折的左腿非常的重 如果说坐在轮椅上 她的压力会把那个腿跟骨扯得很痛 所以个人就突然有一个想法 利用家里面的花巾来临时把它绑起来 做个花包巾把母亲背在胸前 这条花布原本是母亲拿来背婴儿用的 丁祖吉却用来背母亲 有人称赞她是现代25校花布包母 但丁祖吉却十分自责 实在没有脸面描述我母亲受伤的过程 我非常的痛苦让我母亲遭到这种骨折的 严重的情况来看 大家对我的夸奖是意美之识 丁祖吉说年少时候她也曾忤逆父母 一直到出了社会追溯起自己的出身 才知道母亲的伟大 没有母亲的保护就没有她的存在 丁祖吉一肩扛起做长子的责任 在调查局工作的她为了照顾双亲 自动放弃申前机会降调回台南 父亲过世之后 丁祖吉为了全心照顾中风的母亲 五年前提前拜礼退休 退休后她化身24小时看护 全天候照料母亲 回报母亲年幼时的呵护 我最遗憾的就是说 以前没有对妈妈尽力的照顾 把照顾母亲当成晚年最大的任务 丁祖吉尽心尽力 老母亲仍然不敌臂魔杀手人寰 子育养儿亲不在的遗憾令人不胜唏嘘 丁祖吉的25校也再次提醒了我们 孝顺父母要及时 民事新闻林俊明 台南市报道